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词气鉴定 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 在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圆青花词片标本下 它的这个所谓麻仓土的这个形态 因为在网上有很多人研究探讨麻仓土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这个词片标本下 麻仓土的这个形态 那么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圆代的瓷器 特别是圆青花所使用的麻仓土 这个麻仓土啊 我看网上有很多人在讲在介绍 但是呢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呢 需要大家这个搞清楚啊 比方说麻仓土呢 本身其实呢 按照刘新元教授所说的 他所考证的麻仓土就是高龄土 只不过呢 它是在更表层 也就是说它风化的更加彻底 那么麻仓土 它的特征呢 是洁白啊 在洁白当中呢 所谓的它容易产生气孔 这个问题 这个呢 并不是说麻仓土所具有的这么一个特征 而是就是在练泥的过程当中呢 由于是这个使用脚踩 那么它的气孔 它的气呢 排出去的并不是非常的多 因此呢 在它这个磁泥当中呢 还保留了一些气孔 因此呢 它烧造出来以后 这些气孔呢 都会表现出来 就是这个麻仓土 那么另外呢 麻仓土呢 它是看上去比较粗 但是呢 摸上去有一种细腻感 这个我们是从这个 圆青花的一些瓷片 它的这个断层我们来看 我下一次呢 会用一些这个 圆青花的瓷器的气底 来给大家介绍这个麻仓土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些 瓷片的这个断层 我们来首先要感知一下 那虽然它呢 洁白 但是呢 因为它 这个桃层的 并不是说的 这个那么细 因此呢 它里边还有一定的杂质 这个杂质的数量呢 也不在少数 大家可以看 但是这个断面上出现 那些黄的 这都是土浸 这并不是麻仓土 本身的东西 这个要留意 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 所谓这个沉入胎骨的情况 这个青花 沉入胎骨的情况 这都是让大家有一个非常感性的认知 它呢 非常洁白 相对来说呢 比较细 但是呢 它远远是达不到 这个 明清时期的那么细 因为它这个在逃城的过程当中呢 并没有那么的仔细 因此呢 它的这个细腻的程度 不如这个明清时期的 那么跟现在的那一比 那就有更大的差别了 现代都是用机器 去做一些这个 陶灯的工作 因此呢 它就更加细腻 没有这么多的气泡 它这里边气泡呢 比较多 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感性的认知 那么网上呢 有一些人说 这个它会有什么火石红啊 其实这个火石红跟麻仓土 没有关系 你就是后世用的一些 这个所谓的高领土 也会出现火石红 这个火石红呢 是因为它这个胎里边呢 有就是含铁的成分高一些 然后呢 潮湿啊 幼里边 它呢 而且都是在胎幼结合处出现的 因此呢 它跟这个是不是麻仓土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之所以后世说 明清时期的这个火石红 并没有那么严重 这是属于它在 所谓 让劈胎在自然干燥的过程当中呢 它的干燥的程度 要好于原青花那个时期 因此呢 它出现火石红相对来说比较少 那么现在做防品的呢 这个火石红很容易做出来 这个都不是什么很神奇的东西了 因此呢 并不能说把这个火石红 作为鉴定是不是原代瓷器 或者说是麻仓土的唯一的一个 所谓的证据 那麻仓土呢 它本身啊 是这个就是高领土的一部分 那这个原代锦德镇的这个工匠们 通过二元配方 让这个瓷器 瓷胎呢 更加的坚硬 更容易成型 特别是在在于制作大型的 一些这个灼气方面 使得它的烧成率就更加的提高了很多 如果按照以前的一元配方的话 那么它做大型的瓷器 它的烧成率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因此呢 这也是这个二元配方 所给瓷器制造工业 所带来的革命性的一种配方 那么这个高领土和麻仓土呢 他们现在比方说 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其实呢 你要看台上来看 并不是说的有直观上有多么大的差异性存在 为什么呢 只是如果我们要是看它的断面来看 就是无非就是一个是气泡的多于少 在胎里边就是淘成的这个精细程度不同 然后呢 洁白度呢 来说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比较洁白细腻 但是呢 就是由于元代致辞工艺所形成的 它的这个摸上去呢 有一点点粗 但是呢 那种细腻感是存在的 这和这个明清以后的这些 这个所用高领土所生产的这些瓷器呢 所谓本质上的区别 就是细腻的程度不同 特别是清三代的时候 那个官瑶 他自己的这个胎特别坚硬 而且呢 特别的细腻 这是他这个所谓这个 陶等这个瓷泥的时候的这个 精细度不一样 也就是说 说白了这样讲啊 那清三代的时候呢 可以说是请其权力 以皇家所有的这个能力 不惜人力物力的 去制作出这种精美的瓷器 但是呢 因为在元代那个时期呢 虽然说制瓷的工艺并不是最高级的 但是呢 能够生产出这么精美的原青花 已经是我们这个瓷器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因此呢 大家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只看一个方面 并不是说我们一点概面的去看 一定要全面的综合去看 这件瓷器到底是不是所谓的元代的瓷器 这个呢 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主要是让大家感官的认知一下 用这种高清晰的这些一个图片 给大家介绍这个高陵图 他的形态所形成的在 元青花的这个瓷片标本下 我们看 比较清晰的去看这些这个高陵图的 这个麻仓图 他的形态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 代为话收藏这个节目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关注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呢 您可以看到我们以往不同视频的内容 以及未来我们持续不断更新的视频的内容 再次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谢谢